这个计划以人工智慧的角度来说 我们虽然不是资讯技术的一个创新的前瞻的研究 但它最重要的是在应用领域 找出这些全世界最创新的知识和可以利用的技术内容 包含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希望透过多重体学的资料去找出老化的表征 我们想要找到一些学医的检测的指标 可以轻易的去量测一个人体整体的老化的状况 也希望从这个当中去找出一些未来可能的疾病发展 或是失智症发展的可能性 第二个目标就希望透过我们很完整的脑影像 透过人工智慧对于影像分析的强项 能够去找出各个脑部的退化的表征的连结 第三个部分呢透过这个健保大数据呢 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也照护体系的一个叫价值医疗的一个导入的方式 我们有能力去建立出一个最符合未来人口高龄化的情境之下 所能够去检测出来的医疗体系的完整性 跟它适用于这个高龄人口的一个程度 那这样庞大的计划呢 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成员来参加的 这整个的团队呢 其实阳明大学之外还包含了台北荣总 那更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参与的伙伴 是来自我们鸿基的团队 这些计划的产出能够很快速的跟产业之间去发生连结 所以这是整个计划在推动上面的一个目标 黑癌计划的所要目标是 利用基础体学的技术来去建立资料库 我们会用一套标准的流程去收集病人的资讯 这里也包括过去临床的资料以及脑影像 还有基因体 蛋白体 以及代谢体的资料 那透过这些资料的整合 我们会建立一个跟过去以往不同的全面性资料库 那这样建立资料库的模式 可以让我们在以后可以纳入更多的资料 来去增加资料库的可行性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也利用穿戴装置去收集个体的即时资料 这样的即时资料更有助于 当我们在整合资料库的时候 能够得到更准确的判断 当然产生的资料库是规模比较大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所谓的人工智慧 来帮助我们建立分析的依据 那通过人工智慧的机器学习 我们有机会找到跟过去不一样的关键特征 所以透过人工智慧运算里面的深度学习 或机器学习 我们有机会把不同的关键特征整合在一起 所以简单来说 透过这些关键特征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跟以往不同的数据 能够提供医疗人员在做诊断时候的参考依据 同时这些资讯也可以提供 个人作为自我健康状况的判断 除了去建立整个疾病关键的一些资料平台以外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去看 整个神经退化在老化的过程中 它的整个一个机转 这也是我们在AI计划 第二次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最主要是整理跟收集 大概将近1200位健康靠灵者的一些行为 认知以及它的一些相关衰老的一些特征值 那脑影像我们又区分为脑结构 脑功能脑神经等等的特征讯息 那这些特征讯息呢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多变量的分析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在应用完之后就会有相当多的一些特征值产生 那这个特征值我们就需要用一些AI的方式来加以提取 那这个也是在AI计划里面最主要的关键 实际上来讲我们的一个长期目标是 当医生面对一个新的病人他有影像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跟过去的平台相提对 我们就知道说哦他哪个地方可能在童年龄来讲 他的萎缩量特别多 或者他的哪个地方的改变量实际上相对比较明显 那这个医生就可以根据这一个改变量 特别就去了解说这一个人可能未来得到一个 怎么样的转换相对比较高的 近年来高龄族群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 其实是逐渐上升哦 那这不仅仅是反映了平均寿命的延长 也显示出慢性病盛行率上升 对于老年族群的影响 同时他们的多重用药的状况也会随之上升 所谓的多重用药其实指的就是 一个人会长期的使用大于五种以上的一个药品 全台湾大概每四个老年人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是属于多重用药的族群 所以在AI的计划第三个目标里面 利用AI的一个科技来进行慢性病的管理模型 我们必须要串联全国医疗院所的重要数据 包括全民健康保险资料库 死因登记党 癌症登记党 重大伤病党 国民健康访问调查等等 再利用大数据来做整合跟分析 不管是在临床照护或者是政策制定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实证资料 那我们会导入这个以价值为中心的一个医疗支付模型 既然导入了一个新的模型 我们就必须要针对模型来进行反复的验证 那当然成效的追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把这些资料做大数据的运算 最终能够再找出一个新的模型 来达到以人工智慧做高龄健康管理的一个最终目标 以施政为例 施政的发病通常在8到12年 对于照护者来说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经济负担 那目前人工智慧在结合健保资料库之后 可以针对患者的病史 然后去抓取病史间的一些特征 以及顺序的关系 那藉由深度学习的方式 来建构出预测的模型 然后可以提供给医生 作为判断是不是在适合的时间点 便对证明患者做及早介入治疗 让失识的发生可以延缓 在社会层面上呢 利用AI所运算出来的数据 其实可以帮助例如像保险业者 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老年人的相关风险 那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可以去设计一些全新的保单 使得过去没有办法纳保的老年人 也有机会可以获得商业保险的保障 当然其他的医疗产业等等也可能会因此而受惠 我们做出来的方案呢 应该可以作为全世界 应该是全世界最领先的 那尤其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卫生院 也针对抗老有相关的这些药物开发跟试验 所以未来我们的检测平台 也可以作为这些新药新的技术发展的一个检测平台 那在脑影像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所发展的这个成果呢 我们可以去造成这个全世界的一些流行定学的一些重新的想象 我们对于这些退化性疾病的发病的过程 以及它的早期诊断 我们也会在世界上居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地位 能够去及早的透过影像去分析得到这些过去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其实也蛮重要 具有相当大的公共卫生跟这个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在全球呢都是面对人口高龄化 每一个国家的照护体系都有很大的压力跟挑战 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是一个最完整跟最好的做法 而我们透过一个体系的改革 再加上人工智慧的一个演算法 未来可以去协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去改善他们的照护体系 去进而得到一个人类 一个高龄社会之下的一个照护的模式 这个计划的成果呢其实会影响全世界 包含了说我们对于疾病跟照护体系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它也会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动能 那可以让全世界去面对人口高龄化的时候 都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应对策略 去改变全世界面对人口高龄化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